看這個小小魚穿一個就很適合 然後我穿就 好像穿那個上衣一樣 妳太短了 這是我的洋裝耶 可是這是妳的上衣而已 我穿起來會變上衣 真的耶 可是這件很好看 真的 這適合我這個身高 不好 因為妳的腿剛好最粗的地方露出來 會露出來 我覺得不好 還要長一點 對 我可能會好一點 你是想要拿眼前衣服 人來了 不是啦 妳真的會露出腿最 就大腿根部的地方 大腿根部最短的 其實我這邊要稍微寬一點衣服 我穿都短了 我穿的話要再放 對 那沒得放了 這件應該就只是上衣了啦 而且真的 其實我們在講服裝搭配 告訴妳這個要再放 沒得放了 沒得放 你要接部放 這個太短 這真的太短 接一塊黑部 有需要這麼搞剛嗎 這樣比較辣啦 其實就算了吧 就算了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女生 都會想要買褲襪 對 讓妳整體的造型 看起來更有女人味 可是呢 妳在選褲襪的時候 跟穿搭有關係 不是只是 褲襪歸褲襪 穿搭歸穿搭 比如像小小魚現在 腿上這一雙 你想想看 試想 如果上衣是一件繃帶裝 那有多麼可怕 對喔 對 太過性感 會很可怕 好花俏 但是妳看我幫她搭一個 比較運動的 然後比較中性一點點 甚至有點俏皮 這樣去凸顯她的褲襪那種 很華麗的感覺 妳就會平衡回來 變時尚 對 不是啦 搭褲襪搭繃帶裝 就真的 真的 真的 而且又這一個是比較艷麗的 襪子的感覺 對 好 請回座 謝謝 OK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原本最棘手的改造對象 張歆瑜 在李洪川 以及Mandy老師的聯手幫助下 既能有如此大的改變 而利用正確的單品 加上絲襪 真的能有效地將腿部的線條 變得更加修長 這一次的改造 只能說太成功了 剛剛看小小魚穿絲襪 我就快要崩潰了 很好看 她一直都這樣穿 所以她是不怕勾破的嗎 所以我才問妳說 妳最貴穿過多貴的絲襪 其實我還蠻常弄破襪子的 妳應該講說妳絲襪活多久 如果是一雙才一百多的 我真的只能穿一兩次 真的 可是穿其實有技巧 其實妳有一個美感 有一個褲子 但是我知道那個要穿的時候 其實因為現在很多女生做指甲 不是很多飾品嗎 然後妳再把那個褲蛙捲起來的時候 妳就用拳頭 就飾品收掉 然後拳頭 然後去把那個褲蛙套到最底 然後挖成一坨之後 再從底下慢慢穿上來 妳就勾到 對 嚴謹講的這個也是正確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呢 它會讓妳比較容易把這個襪子 撐開來 形狀撐開來 對 然後比較不會說圖案弄反了 因為妳從上到下順下去 然後最後再從腳尖穿起來 因為這個也是要跟妳們男生講 妳們不要那麼粗魯 襪子很貴 不要撕破就對了 絲襪 好的絲襪很貴 對 所以妳要幹嘛的時候先問一下 今天這箱多少 妳知道 妳知道嗎 不然妳很嘲惱 要不然就很掃興有沒有 而且我要提醒女生就是如果妳是 所以男生也要提妳絲襪 妳是選那個有圖案的絲襪 妳穿完真的一定要對著鏡子整理一下 把那個圖案稍微整理一下 我看過太多路上的女生那個有網襪 明明是規則的格子 它會這樣子變成一個旋轉的一個摩天大樓的感覺 所以就是妳真的要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妳的這個紋路是不是在對的位置 那正確的洗涤跟保養是什麼 其實像我們的絲襪 我們在洗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把它是用一般常溫的水 然後用中性洗涤劑 然後稍微地去搓洗就好了 然後我們洗完的時候呢 要用這個大的毛巾把它吸乾 乾的毛巾把它吸乾 不能夠用脫水的 然後如果你濕濕的掉的話更慘 你洗了一次之後就變大尺碼 因為你濕濕的掉之後 它的那個水分完全不行 對 所以建議 她穿就鬆了 對 建議就是說一定要用那個毛巾把它壓乾 然後平的放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很平 其實這還有一個很棒的東西 來 這個 什麼什麼 這個很萌喔 掉襪袋 好萌 台灣 我們東方好像尤其台灣很少 比較害羞吧 我覺得 不會啊 我們穿不到這個為什麼 你的口味這麼重喔 沒有我們今天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所有的可能 OK 這怎麼會是口味重呢 但是 台灣人真的看到這個會打味道 會怕你知道嗎 會覺得這個是不是很想幹嘛 特殊的 是不是有在特殊行業 覺得是特殊行業 好奇怪 真的喔 我覺得很性感 所以這個是大腿襪 這是有矽膠的對不對 它就黏住了 會止滑嗎 止滑 其實有矽膠的會比較容易穿 因為 其實會建議大家可以學一下怎麼穿這種襪子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大家一開始不習慣穿絲襪 你穿穿脫脫 反而就容易把它弄破了 可是你穿這種大腿襪就沒這個煩惱 你其實穿了一整天它就是固定在這裡 然後OL其實你知道 有時候上班很忙 其實穿這個反而方便 你就不用 上廁所 對 你就不用穿脫 而且夏天也非常好 最主要是因為很多 穿絲襪是整件的 會悶住 對 有時候不是那麼的衛生 或者你不方便的時候 就只能穿大腿襪 可是這有矽膠是不是很難保養 其實不會 因為它就是用一般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講說 中性洗潔劑洗底 但是它有一個重點喔 我這邊要拿給大家看 你洗完的時候比較好的絲襪品牌 它在當時賣你這雙絲襪的時候 就會附一個就是隔板 把這個矽膠的地方隔開來 它是這樣子賣給你的 讓矽膠延長矽膠的壽命 因為矽膠 對 寧川老師說沒錯 就是矽膠跟矽膠碰在一起 你再把它撕開 就會去影響它的品質 而且它會很潮濕 它就會黏住 所以把它隔住 對 所以你洗的時候洗完 你要再把它放回去 其實人家附這個牌子 是要讓你保養用的 千萬不要傻傻把它丟掉 對 這樣子這個大腿的話 就可以穿很久 保護矽膠 真的丟掉就拿個硬直板 剪一剪也是可以 對 也可以 你如果沒有 你就是用你自己的直板 就可以隔開了 OK 對 用個矽膠把它從你矽膠 不要被矽膠碰到 那有人把矽膠裝進胸部裡面 你看 那是另外一種矽膠 另外一題 這張補到 你是那個 我了解 OK 為什麼你能看到穿掉襪袋 會有壓力 我覺得這個女生應該蠻會 會覺得她要幹嘛 就覺得她今天要忙 她有攻擊性 而且不覺得那個有美感 覺得 handle不了 對 因為可能我們被那個 射擊影片影響太多 就覺得那種 就覺得那種女人一定不正經 而且說真的 我們現在還是已經覺得說 這東西是不是一定要去情緒用筆電 才買得到 對 所以在歐洲是什麼女人才穿掉襪袋 也是不正經的女人 沒有啦 就是一般的女生 那個凱特王妃會 會那樣穿嗎 說不定 怎麼知道我會 不定喔 人家在家裡玩得開 我覺得一方面跟文化有關係 因為從中古世紀 那個歐洲的文化有掉襪袋 所以他們一路延續下來 那因為中國 在那個年代只有國小腳而已 沒有別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是文化的差異 然後我補充 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 一開始是沒有那個技術 去做整雙的絲襪的 以前的絲襪 通通都是掉襪袋 所以以前的人都是特種行業 以前的人都沒有正經啊 對啊 沒有 就是以前這個原因 是因為以前 我記得我媽媽的那個時代 也都是屌穿掉襪 不是 我記得不是我媽 我媽是沒有的 是我媽媽那個時代 我看一些人是 因為他們的絲襪 沒有整件耶 我記得小時候看他們的絲襪 不會是褲襪 對 就是 這個好像是會先穿一個像衛生 內衣 然後是全身的 對 然後就會會夾 然後再拉一個袋子下來 把褲襪夾住 對 因為是沒有整件的 是只有到大腿的 對 而且你知道以前的審美觀是 如果他看你穿一件洋裝 然後他從這個地方去隱約看到那個 扣子的痕跡的話 是當時那審美觀是覺得非常漂亮 而且因為當時只有貴族才可以有這種雕襪帶 就表達穿得起絲襪是有錢的 對 所以他的洋裝就是隱約露出這個扣子 是當時的一個流行 對 聽起來很酷 你滿希望這個復古風可以吹起來 對 對 應該不容易 如果說我們襪子就是要收納的話 會比較建議說大家要把它用捲的方式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人會用打結的 對 對 她媽都這樣揪 對 我跟你講 我那個抽屜裡面的襪子 這種長的有沒有 我都把是這樣子 Q在那裡 對啊 很多人都這樣 蛤 不行 打結會怎樣 因為他這個地方的纖維沒有辦法 在一個正常伸展的範圍 所以他這個地方的彈性會不好 一箱只要百多塊而已 可是其實我覺得大家講說絲襪 可是大規模你好好保護 所以可以穿久一點 可以用久一點 對 而且尤其你有的時候真的買一雙好的襪子 對 好好保養它 然後穿的時候感覺也會比較 覺得是很有品質的 所以不能打結就對了 可以 那你會鼓勵人家絲襪拿來套頭嗎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綜藝節目 就是爐花吧 那為什麼綜藝節目都搞這些 還不是你搞的 好像是你的節目 對啊 像是你 對啊 都你啊 我覺得還滿有情趣的 OK 好 我們最後請三位女明星 我們走秀一下好嗎 哇 修飾過的腿心 然後呢 也希望各位在今年夏天 找到合適自己的酷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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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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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肌肉型 肌肉型 小小魚不太會走秀喔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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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